一般来说 旅居在国外的大熊猫 独在一厢为一客 相互陪伴之下 很容易发展出来不一样的情感 有数据研究说 熊猫繁殖的关键 是对对方的好感度 但英国的阳光和田田 相伴十多年 始终看不上对方 自然交配和人工受精都是过 无论如何就是成功不了 田田还多次发生过假孕事件 每一次有怀孕的消息 英国都抱了莫大的期望 甚至在发现田田怀孕的时候 为了避免影响到熊猫繁殖 民航局的飞机 都不能从动物园上空飞骨 动物园饲养员的衣服 也换成了熊猫看着舒服的颜色 因为生病的缘故 阳光它的高丸被切除了 虽然始终没有孩子 但阳光和田田 在爱丁堡动物园的生活 却是非常不错 英国的气候不适合竹子生长 那怎么办 爱丁堡动物园 就从其他国家进口 英国的专家说 这两只在基因关系上 是绝配 但无可奈何就是不来电 据说 当时选择田田的原因 是因为田田在一堆女性熊猫中 唯一一直生过孩子的 但后来那一堆中的其他女性 纷纷有了孩子 就田田还没有 只能说命运如此 虽然这样 田田还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 在BBC年度女性评选中强势上榜 成为第一只在英国上榜的熊猫